不要大騙子 七一叫CY下台 你好 今天早上我過來,好遠路 晨早溜溜就有粉絲來支持你 怎樣都要交客氣 演技好過溫爺爺那樣 接完信 怎麼會回答你 還不夠貼地 他之前說房子二手買回來 不過後任特首辦就證實 原來他是一手業主 有沒有租給人就不知道 嘩,滿口謊 小心鼻子變長 隨便藍都來到羅景堅振興 下星期一他就登機 一眾小市民怎會放過他 文鎮已經是那天 請他大遊行招呼他 發文最後通牒 接下來這個星期 宣佈他問責退任 不應該等到七一上台 之後才下台 如果他接下來這個星期 他是不公開 宣佈問責退任的話 我們只好7月1號 呼籲所有市民 要求梁振英下台 喇,遊行呢 下午三點維園出發 由勞工團體帶頭 彭去新政總 他們跟警察說 估計會有五萬人 如果保守了些 CY各5C14名硬廠立法會 又簽建 雖事多到數不完 在參與一個小圈子特首選舉之前 已經隱瞞大宅的潛建 但他在選舉過程 不斷以潛建問題攻擊對手 不單是毫無廉恥 更加是欺騙全港的市民 CY跟李二年那麼FRIEND 有些事大家都沒有 很正常的 加上李旺陽事件 他們估計會比預期更多人 呼籲大家那天穿黑色衣 或者白色衣 可能警察都怕 今年同意開放所有行車線 不過遊行之後 在新政總廣場的集會 行政處到現在都未批 全城反CY在職 其他政黨都摘頭馬 簽名抗議固然要做 工黨就準備星期三 在立會大會提不信任動議 揭開狼振英大話連篇的真面目 至於胡爺爺六月二十九到七一來香港 除了下區辦下親民 見下人大之外 范文說沒收到邀請和胡爺爺見面 這些就是親所有結